今天影片教學是要教你們我臉上的這個妝 那這個主題就叫做 簡就是脾氣擦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實用欸 因為我有時候會化妝的時候是 比如說早上一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事情就很差 然後想要去上班或者是還要做一些事情 就心情非常不爽 就是希望今天都不要有人來煩我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妝容就非常適合這個時候使用 因為就化了一個看起來很不逃熱的妝容呢 可能同事會看起來比較就比較怕你一點 好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這個教學 好那我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用我在日本買的這個CC霜 它的CC霜呢就是也是Cathy推薦我的 因為填補毛孔的效果蠻好的 所以我都會拿來填補我的T字部位 因為你看我T字部位就是 有很多粉刺一個一個洞的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 我連你看我的鼻翼兩側都有 這款Scout的CC霜呢 它其實修飾膚色的效果非常的弱 就顏色很自然 只可以稍稍一咪咪的把你的膚色修得比較均勻一點 那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填補你的毛孔的地方 像我毛孔凹凹凸凸的 那我就會特別擦在毛孔特別明顯的地方 這樣子接下來上的妝也會更加的漂亮 上完了Scout的CC霜 我會繼續上HERA的這款CC霜 你們應該會覺得為什麼我會上兩個CC霜 因為剛剛的 因為這個CC霜呢 它只是填補毛孔的作用 我覺得它對於膚色的修飾效果比較差一點 就是沒有什麼遮瑕力 所以我會上這一個比較有一點點遮瑕力的CC霜 好這就是我推完HERA的CC霜以後看起來的妝效 其實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像HERA跟雪花修他們的CC霜的遮瑕力 都比他們的氣墊還要好 就是他們也是屬於光摺機 可是遮瑕力又更好一點 這樣子 然後味道它有一種香味我還蠻喜歡 可是有些討厭香精味的人可能就不喜歡 那接下來呢 我會上黑眼圈遮瑕的 這一條我在法國買的 結果到現在用了好幾年都還沒用完 我覺得它遮瑕效果還不錯 可是它有時候會在眼下極限 我覺得這一條它的遮瑕力真的還蠻好的 你們看我現在遮菜斑給你們看 幾乎遮住了八九層吧 還蠻厲害的 好然後我就來鋪上一點蜜粉 蜜粉的話我用的是這個 試用包迪斯拉的小樣 我覺得他們的蜜粉蠻好用的 非常的細 然後是屬於有光澤的蜜粉 不是霧面的 可是價格應該很誇張的貴 所以我那個試用包 我就是省著用 那這樣子我的底妝就完成了 底妝完成以後呢 接下來我來畫眉毛 那眉毛呢 我還是使用我的愛用 這個Edged House的四號色 鐵灰色 它是雙頭 一頭是刷子 然後一頭是這樣子的線 這我屯了應該四五支 這真的好用到翻耶 這個 而且一直超便宜的 我買的時候一直才七八十塊 然後它的顏色 鐵灰色呢 就非常適合 非常適合 像我這種 沒有染頭髮的人 那畫眉毛 因為我之前做過非常多的教學 我就非常迅速的快轉 好那因為今天的妝容主題呢 是結不是好惹的 所以眉毛的話呢 我會畫的比平常還要再粗一點 也就是顏色更深 你看比如說這裡 眉的底下 眉尾 還有這裡 眉峰的地方 來來回回的上色 這樣子可以讓眉毛的顏色看起來更自然的深 你看把我的這個眉毛這樣子 弄得亂亂了以後呢 最後再用眉刷刷一下就好 那眉尾也就是再重複 加深 好那這就是我這邊的眉毛完成以後的樣子 有沒有眉毛真的差超多的 那我今天的眉毛就是畫的比較粗一點這樣子 顏色也比較黑 那眉毛畫好以後呢 接下來要開始眼妝的步驟 那一開始上眼妝之前呢 我會加上這個 MAC的PREP&PRIME 這個我覺得很難唸 因為我每次都會唱零呆的唸PREP&PRIME MAC的眼影打底膏 就是它可以 我其實剛剛都已經畫好了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眼影更加持久顯色 而且不極限 持久到就是你十幾個小時的妝都還是 眼影都還會很漂亮 那我在上眼影打底膏的時候呢 我連這裡就是 你看我的 因為這裡要畫下眼影啊 所以我這裡都會稍微上一點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因為要做解不是好惹的妝容 就是要看起來比較難清淨的路線 所以我的眼影呢 會用這個霧面的顏色 MISSHA的MPK04號 這個 我買了它以後呢 上眼影都忍不住用它上 用它來打底真的 你的眼窩會變得非常的自然 這個顏色呢 比較像是紫藕色的感覺 那我畫眼影永遠都是 由下往上推 這樣才會有比較自然漸層的效果 你們看 這樣子兩邊是不是就有差別 眼睛這樣子就變得比較有深邃感了有沒有 那接下來呢 我會使用 HOLICA HOLICA的這個眼影 SBR07 它也是一個霧面的大地色 這很便宜 不到一百塊 然後我覺得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的美 很適合拿來打底 從睫毛根部眼尾的地方開始加強這個顏色 就讓 這只是讓眼睛的輪廓看起來更加的深邃而已 用到這個顏色的時候呢 我也會 拿這個顏色來刷下眼 線的部分 你們看這樣子是不是 眼皮整個就變得很深邃 只要用這兩個顏色其實就可以出門了 如果你是走自然路線的話 好 再來我會使用MISSHA SRD02的顏色 它其實是SATIN的顏色 就是有非常非常微微的偏光 它不是很閃亮的亮片也沒有出光 再來使用MISSHA的SRD03 上在眼線的部分 下眼線也跟著上 那我會上到眼睛下眼線的這個部位 因為眼頭我會用另外一個打亮色去用 再來使用MISSHA SB101的這個顏色 用它來打亮眼頭 那它跟剛剛我使用的眼影一樣 都是那種偏光沒有亮片的 所以上起來就是低調的光澤感 很細緻的光澤感 你們看這個顏色是不是很美 我真的超喜歡MISSHA這一系列的眼影的 那接下來呢就畫眼線 眼線我使用的呢 就是我在日本買了MOTE的這個 它們家的眼線真的非常厲害 完全不暈 然後筆頭又超細的 那我今天使用的睫毛膏呢 就是TONY MOLLE的這個 我最近愛用的睫毛膏 它真的好好用喔 對我來說它不會刷出蟑螂腳 然後很持久不會暈染 那兩邊的眼妝呢 畫好以後接下來上腮紅 腮紅要用的是這個 Edged House的小公主甜心腮紅 這個名字跟我今天化妝的主題差很多 那我用的這個顏色呢 是10號色 這個顏色我真的非常非常愛用 這個顏色就是Pony用光的那個顏色 就如果你只是單純的去試在手上的話 是沒有感覺 你一定要試在臉上 它是一個非常百搭的顏色 就是你不管搭什麼妝容 都非常的適合 而且怎麼刷都不會失手 我很喜歡這種 嗯... 若有事無的腮紅 因為我不喜歡讓人家看出來 兩大坨紅紅的腮紅 我喜歡很... 很像是自然透出來的那種感覺 這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一顆 開架腮紅 對我來說它是開架腮紅裡面的第一名 上完腮紅以後呢 接下來上打亮 打亮我會上的是這個 今天上的是Mamon的這個3號色 它真的超美 美翻天 一顆好像是400多塊 我覺得以400多塊這樣子的價錢 跟這樣子的發色來說 絕對是沒有話說的好用 然後如果你嫌它的珠光太大顆的話 那真的就只能夠買貴一點的 一顆1000多塊那種非常貴的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已經很好用 你們看這個光 這是一個400多塊的打亮出來的光 我覺得非常厲害 只是它就是那種 如果你近看你會可以看得到 這裡有一堆打亮堆疊在這裡的那種 那接下來呢我會 用它比較深的這邊的顏色 在剛剛打亮的下面有沒有 就這樣 輕輕的畫一條 你有看到嗎有一條線 你們看這個光澤 對我來說 這個一定要買真的太美了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覺得是重點 就是解不是好惹的妝容 唇膏 我覺得是必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那我選出了三個 就是看起來很難清淨 看起來個性很差的唇色 那第一個呢我先刷在手上給你們看 第一個呢就是Bobbi Brown的顏色 這個色號就叫做Brown 我的 我的試射技巧又變得很差 我無法畫一條線耶 我沒有喝醉喔 好你們看 這樣子 這個顏色 再來呢是MAC的 Smoked Almond這個顏色 我好擔心我又畫歪 我知道為什麼我畫不好 因為我太瘦了 就是我那個骨頭會髒啊 你知道 這兩個顏色很像對不對 然後還有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這個是Sephora他們自己的唇膏 一個好像幾十美吧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我是看一個歐美的部落客推薦的 可是 它的顏色是真的是壞女人的那種顏色 你們看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 我蠻受不了的缺點 就是它很乾 它真的是在嘴唇上乾到不行的那種乾 第一個呢就是上他們的 Sephora再一個液態口紅 嗯 好然後這就是用Sephora13號色的液態口紅 畫出來以後的樣子 它其實是一個霧面色 然後它非常非常非常的乾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整個被嚇到 就很不舒服 可是它其實顏色呢 真的 很有歐美酷美的感覺 這有一點偏紫色的裸色 這樣子 這就是MAC的Smoked Almond的這個顏色 它們的零色擦唇膏裡面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顏色 然後你們看 它其實就是這個顏色 它比Bobbi Brown的還要再偏紅感一點 這樣子 也是擦起來非常有個性的一個顏色 再來的最後的顏色呢 就是這個Bobbi Brown的這個顏色 就叫做Brown 好那這就是用Bobbi Brown的 Brown這個顏色擦起來以後的樣子 我覺得真的擦上唇膏以後 整個人的感覺阿 妝的個性什麼的 完全就改變非常的多 然後這個顏色呢 我先說一下 這是我在週年慶打九折的時候買 因為現在買了兩支還有送唇筆 所以我跟朋友就合買了 然後它的持久度呢 非常非常的差 就我吃個薯條喝個飲料 就整個掉光光了 那它的唇膏有一種 就一般的唇膏味 就Bobbi Brown那種唇膏味 然後它的質地是很奶油的 比起MAC這一支還要再潤一點 可是也沒有到超級超級保濕 它是屬於這種奶油質地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解不是好熱的 個性很差妝容 就到這樣子結束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會不會 就會在那裡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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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會不會 就慢慢說 我們會不會 喔 by bwd6